欢迎收看新一期的MIYA探世界 不管是拆除尾建还是最基本的建筑拆除工作 大家最常见的工具就是挖掘机 因为挖掘机确实威力无穷 轻轻松松就能推倒一座房子 但是这样的工作也仅限于低层建筑或者平房 一旦到了高层建筑 就算挖掘机的力量再大 也有点使不上进的感觉 遇到这种情况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直接采用爆破拆除的方法 简单粗暴 效果明了 瞬间就可以让建筑轰然倒塌 但是爆破拆除虽然立竿见影 可是爆破过程中却存在着很多位置因素 一旦切口高度过小 可能导致建筑轻而不倒 切口过大有可能会引发建筑轻浮翻滚 为了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 日本专门发明了一款名叫SK-3500D的拆楼神器 从外观来看 这种神器真的非常威风 地长达到65.03米 就算是20层的高楼建筑 同样可以轻轻松松因为平地 因为机械臂上有液压管道 可以控制机械臂自由伸缩 所以拆楼过程中动作灵敏高效 再加上460马力的发动机 以启动起来就威力无穷 不过想要控制如此旁人大物并不简单 底盘一定要够稳重 所以这台拆楼机的底盘重量达到了327.6吨 再加上有高压述水管 拆楼的同时可以喷洒水雾 降低粉尘扩散 所以在日本 现在拆楼工作可以完成的悄无声息 先将楼防封闭处理 再在楼顶造出三层楼高的脚手下层 利用天化板起重机逐断分解楼层 工人以时天拆两层的速度进行 所以每天都看不出太大的变化 但最终这座楼却被移为平地了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